各位好 再跟大家聊两句 有件事情确实想说两句 最近国内有两起灭门的惨案 所谓惨案就是说 那都是底层的这种结构 村籍结构 然后其中的受害一方 对吧 然后冲上去把当时在村头 村里面能够称王称霸的 比如说村长还是什么 人给干掉了 而且不光是干掉他本人 还有更多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家人也同时给伤害了 这种状态下 就是说大致而言 有一个道德问题 就是说你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这个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说你应不应该去干掉 说你实在是无法从正当渠道 获取正义的这个人 对吧 我们原来都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往往在这种法律不能够实现正义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种所谓的自己执行这种你认为的正义 对吧 只要你接受这个结果 比如说 那就是说如果某人说实在是说欺男霸女 你又没有办法去通过正常的司法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把它干掉了 OK好 没问题 对吧 那我只要承担这个结果 我宰了你 我大不了我上刑场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种东西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这种行为都有他本身原始所具备的正当性 血亲复仇嘛 这很正常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那同时 与此同时他的家人或者是他当时就在现场的人吧 或者跟他毫无关系怎么样的人 你要不要去伤害他 这个问题就不好讲 为什么呢 是因为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说他家人是不是也从比如说这个村霸 他的这种行为中获利 那如果你获利了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就是同时也要承担这个后果 哪怕你并没有说直接的伤害别人 这个情况你就不好讲 对不对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都还记得刀客杨家 杨家他当时因为在上海公安局那块受了打击 对不对 然后他就拿着把刀去干掉了上海公安局的几个人 那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真正伤害杨家本人的这个人没有被他杀掉 他只是到那随便看 可是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作为他作为杨家一个人 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能找不到原本那人 他认为所有的在这体系当中的 他都是他的复仇对象 对吧 那你只要在这个体系当中 我就是能够对你进行这种复仇的行为 只要是能够对你造成伤害 那我这事就算干直了 那这是一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分辨 其实这件事情我到今天为止有一个不是很好的这种 就是我自己我都不好分这件事 这个咱们是说 那今天正好呢 有一位朋友就是给我发来消息说 说他们在投了一个问题 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呢 就是有一人在网上发帖子 说他的电瓶车的电瓶被偷了 结果偷电瓶的人 这电瓶就着了就炸了 然后把房东的家给烧了 家里他偷电瓶人家里自己也受伤了 要花几十万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可以跟厂家去索赔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我们有质量保证的什么这些东西吗 那可以这样 他这个人就找到了被偷电瓶这个人 说你还有没有给他下跪了 说你还有没有发票 那这个发票你给我 我有可能我还能够去索赔 因为我承受不了这个损失 对吧 我的收入我不管怎么样 我做不到这个事情 那我有可能因此整个家庭或者是什么都崩溃掉 如果你给了我这个发票 我就有可能去挽回这个损失 但是就分成两派意见 第一派意见说 比如像我就非常简单的就是说 那这帮人偷个电瓶罪不至死 对吧 罪不至死 那我如果当时还有人发票 我会给他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尊敬的朋友 那一直以来我真是把他当老大哥那看 他说我就不给 你自己先做错的 你哪怕是因为这个小错 然后伤 你除了你自己之外还伤及了别人 但是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要干的事情 我就是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得了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你爱怎么赔怎么赔跟我没关系 对吧 那分成两派意见 这两派意见谁对谁错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只能是说 那我们都是在对个人的善恶标准做一个探讨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对错的一个观念 这个对错只关乎个人 这两种选择 对错很难讲 非常难讲 比如说 这个也可能 这个我说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有可能还跟什么有关呢 跟我们的生存环境有关 我原本的这个生存环境 比如说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也很有可能就觉得 说卧槽 他妈 我不给你 我肯定不给你 对吧 你先做了错事 然后你因为你的过错 你自己遭受了损失 这个我不负责 对不对 我肯定不负责 但是你如果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待时间长了的话 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一下 但是其他任何一点付出 我都不会多付出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也说过 我看这帮小粉红 爱怎么倒霉怎么倒霉 老子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对吧 你他妈去 你今天就死我跟前 我一分钱不会给你 我最多看你一眼 我不踹你一脚 就已经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善良 那这个情况跟那个又不一样 因为你这个东西给他 对你并不造成损失 对吧 你给他也不 你把这个发票给他 也不造成损失 那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他会产生不同的这种选择 这种选择 他说对还是错 只关乎于个人 他并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标准的对错 对错可言 所以今天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就想再跟大家探讨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他杀人全家 对还是错呢 对吧 有人就拔高这个问题 那说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比如你叫好把这个叫好 这个什么杀人全家 你对他抱有同情 然后你觉得这是件好事 你如何如何 那这样的话 我们跟其他的那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其他那些流氓 甚至于包括当年大天下的时候 他们干那些事 我们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从结果上看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那你觉得都是杀人全家 对不对 结果上是不同的 那但是还有一点 他还是不同 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后果的 这个如果你作为一个血亲复仇 你是有后果的 你这个后果 你如果愿意承担 OK没问题 打天下的时候不是这样 对吧 造反的时候不是这样 造反有理 红卫兵的时候 把人家全家给杀了 或者怎么样 他知道他是没有后果的 那种东西 你直接完全类比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说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 拿起一把刀 去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那他要知 他非常清晰的会明白 这个行为 他有他的后果存在 他会付出代价 那些是不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直接进行这种类比 是不对的 可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果说我们 我们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对吧 那我要不要劝这帮人 说你不要这么善呢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你不 你要善良 你不要那么饿 你要 你要是那个 只把这个 只把这个 当事人干掉 然后你要放过其他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 没这个玩意儿 没这个玩意儿 我们所谓的水浒 您自己看 武松 对吧 杀张都坚他们 电视剧里的武松 他是放过了这些所有的人 只杀手握 但实际上来讲 他在原著的小说里 是把他们从头到尾杀了一个干净 而且是 而且是连下人都没有放过 中国从来都没有这种宽容的文化 他一定会是做这种事情 那他认为 他就应该把这个东西干 全都干掉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你说你直接 就是有人批评这个事情 说你同情这种 灭人全家满门的这种事 那你就是纳粹 你就是红卫兵 你就是那 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这个不一样 就在于那些人 那些人 是没有后果可言 这个是有后果可言的 他知道后果 他去做了这件事情 从这一点上而言 不能够把两者等同 但是第二件事情 作为一个 你至少接受过一定现代教育的人 如果你做这个事情 我不是指那个农村的这个人 那你不能干这种事情 是因为 是因为你受过这种现代教育 你要 即使你要去血亲复仇 你也应该是指杀守恶 对吧 你不能够去连带他人 这个是你守住自己一个底线的一个行为 那我个人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如果逼到那个程度 必须拿刀进行反抗才能够 就是说世间小物平久可消之 世间大物平非箭不能消也 那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应该来讲 你既然能 如果能念这两句话 那你应该只针对守恶 并且承担这种复仇之后的后果 这个就完全符合 我个人心目当中的正义的感觉 好 就是跟大家笑了两句 心中有快乐 不图不快 只是不耽误了诸位 都诸位一些时间 各位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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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θη 明天见 相互